接著就到一零年的第十題 今天又是有一條curve就是y2x的三次 如果現在有一條 設施於p點的設線 它的y節是16 其實它給了一點的左標 一個外點的左標 就是0-16 我們找回L的方程出來 其實做法也是沒變的 首先你先去D 你就會有DyDx 是等於3x的二次方 然後你可以選擇 mn be the point of intercession 即是說DyDx atx等於m 就會是3m二次 當你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equation of L 就應該會是 y等於3m二次 x 然後就減16 但由於它是會穿過mn的點 所以我們就會有 put mn in into個equation 我們就會有n等於 3m三次 減16 這是第一個relation 第二個relation就是這裡 我們會有 n n 是等於m的三次方 ok 如果n是m的三次方 這個就是n 所以就會有n等於3m 減16 3n 對不起 寫錯了 所以就會有16是等於2n 所以就會有n等於8 n等於8 n等於8m就等於2 最後叫我們找個equation equation of L 我們這裡有找過的 其實就會是y 等於 m是2 所以這裡就是12 x再減16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10年的做法 啦